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即昨日公布了悲观的出口数据后 今日所公布的GDP数据再次出现了疲软 这也标志着自2011年以来 澳洲GDP纪律出现了首次的萎缩 那受此影响我们可以看到 澳元短线大幅下挫 跌幅一度达到近0.5% 最低下探至0.7416一带 那在上个交易日12月6日的利率决议中 澳洲联储投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 澳洲联储对澳洲的经济前景观点仍然保持着不变 由于决策者努力跟随通胀趋势做出相关政策 在本年度澳洲隔夜现金利率下滑了两次 目前维持在1.5%的纪录低点不变 那从具体公布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 澳大利亚第三季度GDP纪律为-0.5% 均低于预期的-0.1% 以及前值的增长0.6% 而其第三季度GDP年率也录得了下滑 公布值为增长1.8% 同样逊于预期的增长2.2% 及前值的增长3.1% 那目前澳大利亚国内的经济下行 可能将会让市场溢测澳联储会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且将打破目前既有的利率历史记录低点 那ACY希望国际认为 尽管此次的数据差强人意 但随着澳洲劳动力市场恢复势头 加上政府支出增加 澳洲GDP数据突然放缓 预计将是短暂的 而此前公共部门支出是第二季度 强劲GDP数据背后的秘密刺激因素 澳洲公共部门在其第二季度的GDP 贡献了近1%的增长 那在最近几个季度 澳洲的贸易情况也拖累该国的经济增长 虽然堪培拉第三季度经常账户赤字下降了29% 进口继续在数量上超出了出口 但结果澳洲贸易仍使得第三季度GDP下滑了于0.2% 那在今年第二季度 澳洲贸易对GDP拖累比例和第三季度相同 尽管澳洲贸易加权指数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支撑 但仍远低于近年来的水平 其积极影响也被澳元的升值部分所抵消 澳元对美元的汇率在过去12月都有所上涨 但在过去的5年下滑的幅度超过26%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上 那从日线趋势图中可以看出 澳元对美元中期在均线系统的压制作用下 延续了区间内下落的局面 澳元近期下落到0.7310获得了支撑低位的整理 在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 澳元进一步下落到5月24日的低点0.7140 从短线走势来看 澳元对美元周初上升到0.75关口附近预阻反转下落 今天早盘更是受到澳大利亚疲软的GDP数据推动 澳元区间内进一步下落的格局进一步加速 受到下行动能明显占据优势的影响 澳元日内区间下落格局可能将会持续 建议投资者可短线关注其空投方向 短线下方关注支撑位0.74整数关口 上方则可留意0.7475以及0.75的阻力作用 好后时中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周四12月8日北京时间8点30分 澳大利亚公布的10月商品及服务贸易账 或将对澳元的短线走势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外本周五12月9日澳洲公布的两组房市数据也值得关注 而当日北京时间9点30分出炉的中国11月CPI及PCI 也可能将会对澳元造成较大的波动 好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建议市场行情分析 如果有疑问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